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都叫我孟婆 你 你是孟婆 你太年轻了吧 我是孟婆 我的形象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 难道 我 我已经死了 不可能 我一定是在做梦 你不是在做梦 你的确已经死了 我只记得患上脑癌 然后进了医院 你的病情恶化 因为感染了冠病 在医院里昏迷了两个星期后 就病逝了 那 我家人怎么办 你做做好事 让我返回阳间 好不好 那是不可能的 我没办法帮你 我知道你很痛苦 出发一下 心情可能会好一些 从小到大 我一直努力实现别人对我的期望 包括你父母的期望 是啊 而且老是在学校被人欺负 我中三没毕业 就到一家家具店当木匠 转业 就做了四十年 那么久 你一定很喜欢这份工作吧 起初很喜欢 但越做越不开心 为什么呢 那老板的儿子 成了老板后 把生意全部数码化 因为我不擅长用电脑 那混蛋就像我是个活化师 应该被淘汰 他知道我患了脑癌 不但不帮我 还逼我提早退休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无论如何 这些都已成了过去 来 喝了这碗汤 赶快上路吧 喝了之后 你就会忘记过去的一切 孟小姐 叫我孟婆 对 对不起 孟婆 我可以不喝吗 为什么 我很害怕来世又过苦日子 我毕竟有中三程度 又有六十多年 我们的人生经验 虽然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背景 但如果消除掉这些知识 那不是很浪费 所以如果你来世一出世就有些知识 会比其他的学生在学习上领先一步 学校成绩就会名列前茅 好 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再进Normal Stream了 就像把资料从旧的硬碟转移到新的硬碟 不需要重新再花时间学习 创造新的资料 对 孟婆不但聪明 而且很会用比喻 你真的很会拍马屁 不可以 这是条规 求求你帮帮我 我过去没记得 来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这个 好 我帮你 不过你绝对不可以说出去 孟婆 谢谢你 谢谢你 我陈聪明 莫尺难忘 我找林若 哦 你是Alan 对 我们见过面 我是张哲通 林若的老公 对 他十点多已经下班了 好 那没事 谢谢你 拜拜 Good night 哼 都要午夜了 林若到底去了哪里 为什么那个Alan也在办公室里面 还接听林若桌上的电话 你舍得回来了 什么不吭声 是不是心虚了 你喊什么喊 我心虚什么 最近总是三更半夜才回家 还跟那个Alan在办公室里面呆得那么晚 你胡说什么 你不知道我和Alan是属于同一个队吗 我们今晚午夜前要赶完一份报告 那为什么我打了十几通电话 你都没接 你恶龙啊 我不是说了咯 我在赶报告 我是太忙 才忘了回你电话 这不是第一次了 你不是忙 我是忘记 你是不屑回我的电话 把我当透明 瞧不起我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是大律师 我怎么敢瞧不起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的 总是以为别人看别你 脾气又暴躁又多疑 我脾气不好是因为时常偏头痛 你头痛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减压 你一直要证明你自己 你竟然打我 张哲通 我们玩完了 你会收到我的律师信 换账 你走 你走了就别想回来 怎么头又痛起来了 头死我了 干脆死掉算了 张哲通 怎么那么多止通药和安眠药啊 准备当宵夜啊 谁 你是谁 怎么进来的 你不是连我都忘了吧 哦 你 你是孟婆 想起来了 全部都想起来了吗 还记得你的前世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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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前世是陈聪明 这一生过得怎么样 我从小就名列前茅 现在老婆还要闹离婚 又被这偏头痛 又被这偏头痛搞到很惨 我真的很累 你的前世经验和性格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 而偏头痛呢 是脑癌的烙印 这些都通通被带到你的惊世 就好像如果旧的硬碟有病毒 病毒会随着资料一起转移到新的硬碟 我 我 我现在才明白 可是 太迟了 还不迟呢 看看现在你在哪里啊 这 这是奈何桥 这是什么一回事 你 我只是让你预知一下你可能的来世 如何 还要不要喝我的孟婆汤啊 我老婆 做什么 我 س继续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